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盘棋是由王天一对阵赵欣欣的决赛 这盘棋也是继上一盘赵欣欣获胜以后 双方继续加赛快棋来获得来看最终的冠军角逐 所以说很精彩 双方以飞向对视角炮 黑方选择了帕尔平四 视角炮 红方选择了聚久近一 先展个横举 这盘棋因为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看双方也都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开局 这也是一个比赛策略吧 就在关键时候还是希望能够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开局 掌握的最好的开局 是的 然后红方掌居的时候 黑方选择的是马二进一 政策 这个开局一般我们常见的走法 是不是黑方是走马二进三跳正马 对对对 一般来说黑方马二进三出现的会更多一些 那红旗一般会接走G9平六 G9平六桌炮 黑方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呢 红方马八进九 跳边马 黑方G平二 G平二亮 红方冰九进一 黑方G2进四 红方G6进三 然后黑方正好也得G2平六先躲开 先躲开 红方马九进八 黑方竹三进一 这个呢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局面 但是在这个局面呢 以往呢出现的比较多 可能特别呢一般和棋也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对盘棋呢 这个 双方没有这么选择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选择 因为双方这可能是个对峙的局面 都在沿河一带 所以也是比较的平稳的一个双方 对对对对 双方都不愿意下的这么平稳 所以尤其是红方啊 就想先行之力 把这局面走得更复杂一些 所以说呢 当红方掌横拘的时候 黑方也没有选择正马 黑方也是 出其不意啊 效了一个编码 对对对 其实也是避开了红方的一些套路 对 编码的红方还是选择G9平6 抓炮 走一个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选择了16进5 补一手势 这其实不是以前更多的走法 是向7进5 对对对 在以往的对局当中呢 出现下线进5呢会多一些 但近7呢 其实更多的棋手选择了16进5 那其中呢主要是有一个区别 如果这个时候走这个向7进5 黑方以后就没有机会 在这个破八屏5来还价这个中炮 对 如果说选择这个16进5呢 就有机会可以通过还价中炮 比如我们可以给大家演示一路变化 比如红方冰三进一 黑方就可以居平安 居平安两居 红方在破八屏4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走这个破八屏5 这家很流活 对对对 这样呢就可以针对到红方这个 因为这个中兵战施根的这个弱点 来攻击红方的中路 从而达到一个多兵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说在这个对局当中呢 近7大家就是更多的走了这个16进5 对这个阶段做了一个改进 对这个布局阶段 这个不是还是不像啊 都是要去思考的 这个次序很重要 所以说那红方也没有选择冰三进一 而直接跳了一个 走了一个冰九进一样 对对对 先制住了黑方的一路满 对黑方走了这个居平安 正常初次红方马八进九 在这个棋局当中呢 以往出现的比较多的是黑方走 G二进四 这个制造器呢比较稳健 对G二进四我先长起来 然后我也可以对边兵嘛 对对对 可以消除到自己的这个边路的 一个小的弱点 红方G六进三 G六进三 黑气主一进一 红方马九进八 黑方G二平六 G二平六这样过来 红方冰九进一 双方进一个交换 黑方G六平一 G六平一再吃过来 黑方这个时候一种呢 是可以走这个泡平四 还有一种呢 是走这个马进三 这个两种变化呢 在比赛当中都有出现过 这样黑方虽然通过这个 G二进四这个手段 对掉了这个边族 消除掉了自己的弱点 但是呢也是被红方 这个马九进八 抢到一个先手 所以在心理上呢 有些时候也会觉得不太乐意 这个时候呢 这番棋 造星星特大就选择了 另外一种变化 他也是不希望 给红方更多的这个先手 所以他直接选择了这个向七进五 对 选择了向七进五 继续巩固自己的气形 对 当红方准备就是G六进三 你要是跳马打G的时候 然后黑方就直接走个G二进六了 我索性就进G来这个控制你这个马路 不让你轻易地这个跳马打G 对 当然黑方这个就是G二进六 同时他以后呢 有这个机会呢 可以G二平三来吃掉红方的七路兵 红方这个也是要注意 黑方有这样的战术手段 红方只是走了 冰三进一 对 冰三进一 黑方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走了 临场是走了这个 破八平六 对 这个呢是近期比较 出现了比较多的一种变化 在这个2019年这个世界大四赛当中呢 我先手对阵王天一特大的时候呢 当时是走了这个马八进九 王天一特大是走了这个马八进九 你当时也是下了一盘 你是直红 然后黑方是王天一特大 对 然后他下了一个马八进九的变化 对 当时你是怎么应对的 我走的这个破八平七 破八平七平一个 王天一特大走了G九平七 希望来打通自己的这个七路线 我走了G六进一 你不让他这个顺利的把足备对开 对对对 当时走了一招好棋 破八线三 来威胁红方的九路兵 我当时走了这个马八进三 那正好是他要把兵打到 破八平一敲过来 这样子吃过来 这样呢其实这个棋局呢 就会下得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棋局呢 可能赵猩猩特大呢 可能也看过这样一盘对局 当然因为这番棋是王天一特大走的 所以说他临场呢 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考虑 就是不希望走到对手 最熟悉的一个变化里面 所以这番棋呢 也就选择了这个破八平六 对 他没有再这么走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王天一特大 也是直黑走过这棋啊 有一定的这个 对这棋有一定的认识 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直接走了一个破八平六 破八平六 这个棋其实正特 我觉得这个棋挺有意思的 这个怎么走成两个 这个弹子炮 然后呢 但我这个马也不着急跳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弹子炮 到底这个两个炮 它是 它的言下之意 就是说我 是先把我的架子摆好 是吗 对对对 其实这个破八平六 其实它有一种生意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 那我就马八进七 跳一个呗 对对对 马八进七看起来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初始 但是宏观这个时候 可以走这个破八平六 来对黑方的这个四路炮 通过对炮 然后来这个破坏黑方的阵型 是 那我这炮好像也不太愿意 轻易躲开 对对对 那我可能就得交换 会交换掉 交换掉 正好你这个破八平六 吃过来 这样经过一个交换以后呢 黑方会觉得这个 自己左翼的指令呢 会比较拥挤 是的 所以说感觉自己的阵型 并不太协调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 选择破八平六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意 对 它等于说我破八平六 也不怕你交换了 你一交换我不理你 对对对 黑方可以直接 马八平七 对 这样子你吃掉 我正好破六平四吃过来 对 而且这样的阵型 还是非常的协调 是的 所以 破八平六 原来是这个一个含义 这也挺有意思的 对 当然红方的这个时候 也就不愿意再去选择破八平六 但是呢 又为了要正常初始 所以说选择了破八平七 它得破八平七 这么平一个 这个就是准备这个 可以马二进三出子 同时呢 也是避免黑方以后有机会 可以吃掉红方的七路兵 对 是这样 黑方 马二进七 然后红方正好 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黑方 居九平八 在这个排位赛之前的对局里面呢 其实这个 王天一特大跟赵新兴特大 其实当时他们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但当时呢 这个 王特大呢 在上一盘对局当中 是选择走这个居平二 出居 黑方走 居要退二 居要退二回来 后面这番棋呢 就下次了何棋 相对是比较的平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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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局面 对 所以这次排位赛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因为他的赛制呢 是一个双败淘汰制 就是你输了一场没关系 我们比赛还给你机会 你输了两场才会真正的被淘汰 所以之前呢 这个赵新兴特大跟王天特大已经有过一场对决了 当时也是赵新兴特大落败啊 但是这次决赛没关系 赵特大又继续杀入决赛 然后跟王特大这个对决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深圳举办这个排位赛 也是非常的有新意啊 是吧 这个政特 对对对 很有意思的 这是排位赛 因为采取了一个双败淘汰制的一个赛事 当然这一次在排位赛当中呢 状态最好的呢 也就是王天一特大跟赵新兴特大 他们都是战胜了所有其他的对手 然后他们负相之间呢 各有一场胜负 这一次因为是双败淘汰制 所以这一盘棋 其实也就是决定了最后的冠军的归属 是的 那这里呢 出局 当时洪方现在又改变招法了 对对对 走了这个马三进四 就等于说我也是经过了一个研究啊 跳了一个马 那黑方这个针对洪方跳马 当时选择的是炮六退一 退一步 要不然是不是怕洪方马四进五登足是吧 对对对 洪方看起来马四进五却登足 确实比较厉害 虽然当时是快骑呢 可能就是走了这个炮六退一 这个看起来最直观的一个走法 但是经过我们这个之后的分析呢 其实觉得黑方可以考虑走这个巨二退二 巨二退二再回来 对对对 还是继续把自己这个这个巨稍微有点背啊 这位置啊 赶紧地撤回 然后可以对一族啊 对七路族这样 对对对 那这样子马四进五吃足是不是来不及啊 如果马四进五吃足呢 黑方可以炮六进五 有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交换的一个手段 强制交换 这样可以对掉红方的两个炮 让红方的子力辞去一个平衡 我们也试一下 马五进三 那正好巨八进七吃掉 这又打着马就吃着炮 所以只能炮七平四 黑方吃了吧 巨八平六 把这个炮吃掉 那么黑方呢 接下来这个炮是平七 还是一个先手 红方的马呢 其实还没有太好的路可以回来 因为这个马走到 不论是去吃掉黑方的九路边竹 还是推到中间 都将面临黑方的一些威胁 对 所以红方兵种也不太好 肯定不愿意这么选 对对对 红方肯定是不愿意这样选 所以这个足还不能着急登 他就二退二的时候 我还不能马四进五 马上的都足 当然我估计呢 可能当时是比较担心 红方的另一路变化 红方呢 有一路马九进八 这一道气看起来非常的厉害 对 我就 对啊 我也这么跳上来 我下部还是炮七平八 打你去 对对对 这样呢 但黑方呢 正好有一些比较巧妙的印法 可以红方看 可以走 逐一进一 逐一进一 还是知识不理 对对对 先对边 那我肯定打你一下 黑方 G二平六 点出码 那我炮平四又打一下 对对对 这个时候看到黑方是在连续落后手 那黑方呢 有这个埋架 登G 红方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可能去 用炮去打掉黑G的 对 G也不能砍炮 砍炮人G六进去吃嘛 对对对 G只能是 G六平五 G六平五 黑方这个时候有一个 马二退次 继续登G 这样登G 这G还是不能吃足 一吃足人家这一吃马 吃着这边 还吃着跑 还笑丢子 那只能交换了 对 红方只能交换 炮四进三 敲掉黑局 黑方 马四进五 马四进五 这样交换 红方 冰五进一吃掉 黑方 炮六进三 打掉 红方 红方是不是 马八进六 登你一下 对对对 马八进六 登 这个时候呢 黑方可以走 逐一进一 吃掉红方的九路兵 用这个足来吃冰 对对对 那马六进四 正好不能登靠是吧 对对 如果说马六退四 登掉黑方 黑方可以 G八 平六 通过这个先吸后取 把这个纸给吃回来 黑方将取得 非常满意的局面 对 这个棋真的很精巧 就是你要想 打我G的时候 我正好把我这个 一路马利用上来了 对对对 连续来攻击 红方的巡航局 对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 一个战术手段 所以这个也是 但是当时也是个快棋赛 也是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 黑方没有想到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 巧妙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里的时候 这个阶段 聚在这儿 黑方没有选择这个 G二圈 而实战选择了一个 炮流退一 这个炮流退一呢 可能也是为 之后的这个失败 埋下了一定的伏笔 就是稍微 有一点的消极 跟这个示弱 但是这个炮流退一呢 黑方的阵型 也比较的这个 看着也比较的这个牢固 我们来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 红方呢 是通过怎样的手段 来打破了 这一个封闭的一个局面 齐民朋友们 稍事休息 马上给你带来 精彩的棋局 好 亲朋们们 欢迎回来 来继续看 王天一对赵新音的 精彩对局 这里呢 黑方走了一个 炮流退一 红方实战走得非常的好 走一个炮七平六 对对对 抓住了黑方 这个阵型上出现的 一个小的弱点 来进行一个转换 黑方这个时候呢 就只选择炮尸进五 对调 对也只能交换了 对 红方 炮平六 敲过来 吃过来 等于说这个棋 还像这个政特 你之前说的 就是把黑方 这非常有力的 防守的一个视角炮 给它交换 交换完以后呢 黑方的这个阵型 就稍微有点凌乱了 对对对 尤其的两个马 稍微弱 而且七路马 也没有保护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黑方其实阵型呢 就是不太协调 对 但黑方此时呢 选择了这个炮六平七 来看住黑方的七路足 当然给 当然这一招起呢 后面是给红方 找到了很好的一个 进攻的一个路线 是的 从后面分析来看 那可能还是走这个车推 会更好一些 还是把G给推回来 对对对 G推回来会好一些 等于说还是要尽快地 把这个G投入战斗 所以他走了一个 炮六推二 又稍微有点 炮六平七 对对对 又稍微有点缓和 那红方正好 四四进五 四四进五 不是什么事 不是 先巩固自己的阵型 同时呢 以后有一个 G平四的一个点 对 那黑方这时候 又G二推二回来了 对对对 此时黑方走 G二推二 还是希望 能够调整好自己的G位 但这可能 稍微有点晚了 对对对 就没有像前面 这样政策跟我们讲呢 这个G得马上投入战斗 你在这里 好像没有什么 攻击的路线 没有什么作用 对对对 但是他怎么晚呢 我们可以后面 给大家摆 红方就开启了 这个建功了 红方果断地走了 这个马四进六 这一招其实 非常的严厉 对 一方面呢 他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马六进四 去马铺卧巢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更加直接的 是准备走这个 马九进八 直接威胁 要打黑方的死局 对 黑方呢 没有办法 只能走逐一进一 是的 先解决掉这个问题 红方 并九进一对调 黑方 需要平一 需要平一 红方再 居一平四 黑方这个也 也很担心 一直担心马六进四 就走了一个 足五进一 对 希望先别住 红方的这个 六路马 同时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 马可以从中路出来 对 红方此时呢 也下得 非常的精确 走了 跑六退一 这准备打狙啊 这把马换了 就马六进五 登中向 对 那样就是一举入局了 所以黑方此轮 狙一平二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了 马九进八 但是从后面来看呢 可能可以先走 这个炮的瓶九 来先 打一下 那我只能马一退三 我先护住吗 红方再马九进八 通过这个瓶炮 打马的这个手段呢 把这个黑马 距离这个一路的位置 然后以后呢 再可以通过打狙 这个马八进七 就可以直接吃掉 黑方的三路主 对 这样可能速度上更快一些 那实战呢 红方直接就是 马九进八 跳上来了 对 然后黑方 黑方选择 炮击拼八 还是希望能够 寻找一些反击 特别在快进的时候 好像也是背水一战了 要不然你这个子力 都太火了 我也没有什么攻击点 索性看看 有没有底炮的攻势 那红方也很积极啊 他走一个狙四进六 对 狙四进六 黑方此时呢 选择了炮八进八 与红方来针锋相对 来进行对攻 当然从后面的效果来看呢 其实不太理想 可能这个时候 还是应该走这个炮八进四 可能给红方一定考验啊 对 红方自首只能 冰三进一 对 然后黑方是不是 炮八平二 对 黑方可以炮八平二 敲掉红马 红方马 如果马六退八 吃回来的话 人可能足气已经吃掉了 对 对 对 暂时缓解了红方攻势 红方可能会冰三进一 对 吃竹 配方在 聚八进九 将军 将军只能这个 对 弱势 配方此时呢 有一个竹五进一 可以给红方很大的考验 正好聚不能吃 吃到就要平四 对 对 所以只能冰五进一 只能冰五进一 吃掉黑竹 配方泡五 泡五进五 将军 红方还是不能吃炮 吃马以后 吃着红方的六度炮 红方 此时呢 红方可以走这个 向五进三 向五进三 这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黑方如果马七退了回来 正好有个G四平五 捉死炮 对 对 对 可以G四平五 把黑方的这个中炮给抓死 那黑方有G八退三 回来没有抽紫 对 G八退三 这样呢 红旗 可以走这个冰三进一 吃马 一江正好 正好有个炮六平五 环中炮 对 对 可以炮六平五 前上 当然这样呢 黑方可以通过对炮 来进行比较多的一个简化 红方虽然有一个三路的过河兵 但是取胜难度还非常大 战线也非常的漫长 对 所以可能就是黑方 炮八斤四打G呢 可能就是给红方一定的考验 也是可能在局面下 更冷静的一路走法 对 实战呢 黑方也没有这么选择 他就想着 索性我就背水一战了 对 实战是走得非常的强硬 对 炮八进八下底炮 炮八进八下底炮 红方 红方呢 可能速度更快一点 对 对 对 这里也给大家看一下 红方是怎样 这个加快速度 这个攻击的 黑方 巨二平一 巨二平一 红方直接选马八进七 对 登兵 四竹 这里黑方只好 不能马一进三吃 吃的话还是吃过来 对 对 对 马六进五又登向的一些起 对 对 马六进八也有起 对 有两个点 黑方这样无法防守 对 黑方只能走 巨一退一线千数 红方泡八瓶七 看马 而且是一个绝对先手 现在是马登向 对 所以只能马一进三交换 然后红方 巨四瓶七吃过来 对 双方也是进行了一个大交换 然后这样子吃掉 然后炮吃掉巨 然后黑方走一个泡八瓶九 还是希望能够贯彻之前的 这个对攻的一个思想 对 给红方制造一些麻烦 当然这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红方的巨马炮是在前面的 所以说在这个对攻中 应该是红方还是占据了 一定的主动有优势 我们可以看红方的走法 走得非常过断 马六进八 黑方 巨八金九将军一下室 因为这个时候 红方的这个巨马炮 也形成了一个立体攻势 对 黑方必须要用这个 自己的巨参与防守 因此他就选择了 先较将的机会 让自己的巨走到一个 相对较好的位置 再不是 巨八瓶六 再勒 同时防范 红方的杀起 红方开始先行动了 炮七进一打马 因为黑方不能马 七进五 红方有巨六进二 能够把黑马抓死 黑方只能马起退九 对 然后红方跳马一僵 对 黑方降五平六 对 然后红方十五进四 先注意一手 对 这样子你要是吃事 人家正好有个居点 向眼 对 这时候这个政策是吧 你那时候跟我讲说 点向眼这个打相特别严厉 对 所以黑方好像也很无奈 所以就索性我就 马九进八跳上来 对 因为这个时候 黑方是没有办法 容忍红方走巨六进四的 如果走到巨六进四呢 黑方将迅速崩盘 因此也就只能选择 这个马九进八 他可能想的就是 你现在点向眼 我就把你兵蹬掉 你打将我就上将 你得补手势 不是我就马七进八 再往里跳 这就是黑方的希望 黑方就希望你 对对对 着急进攻 对对对 一进攻我这个马就出来了 但是红方很老连 这步骑特老连 对 特别 下得特别好 我先补手势 我先把自己的阵型补好 然后我慢慢再进攻 对 黑方选择了马八退七 对 也很没办法 这马出不来 但是这里呢 红方就开启了这个 怎样军马炮的一个组合了 首先第一步 我把足给弃掉 对 先弃掉自己的三兵 这步骑我觉得下得非常好 对 实际上通过气 冰 然后达成一个 狙马炮的一个立体攻势 对 正好把狙又调过来 那黑方很呼唤 马七进六 只能先跳出来 对 红方 先去将军 黑方 将六进一 然后红方这时候 狙马炮开始了 炮七平八 这很明显 下部准备炮八进一 以后就是狙马炮的一个配合 有个马七进退伍登向的一个杀体 对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图形 那黑方也没办法 只能马六退四回来 对 希望先防止炮八进一 就是防止你炮八进一的点 对 那红方一看这不行 我又换另一个思路 又换另一个思路 他走了这个 主要退一将军 黑方将六退一 他炮八进啊 炮八进啊 下底套 我准备鞠吃你中式来杀棋 那黑方一想 那我也没办法 对 对 黑方下得很积极 我足迹经过兵 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快起的比赛当中 给红方制造最大的难度 对 当然此时呢 红方这个经过了这个思考以后呢 没有选择吃掉黑方的中式 其实这一点我是觉得 其实真的是处理得非常的好 对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这个 吃中式 吃掉中式呢 黑方可以去六退五 正好可以对拘 你没有拘五金江的钱 江他这个马守着 对 对掉的话不太好赢啊 对对对 对掉以后特别 而且战线也非常漫长 从红方这个已经占据明显优势的 这个心理来说呢 那肯定是不太愿意的 对 如果吃相 黑方可以吃掉 吃马 对 吃掉他再吃你冰 然后他吃出来 红方肯定不愿意 我这么大的优势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交换呢 对对 肯定是不愿意来下这样一个残局 红方就没有G2平五吃事 他走了一个G2进一 江G 江六进一 然后继续泡八瓶九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 就继续想走这个泡九退一 G马泡的一个组合 对对对 这样呢 黑方也没有办法阻止 红方的这个泡九退一 因此他也是 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寻求一些 对攻的机会 他走了逐七进一 希望能够给红方比速度 然后红方走了一个泡九退一 对 这个棋就是黑方这也来不及 我要下足 对 给大家摆一下 马七退五 马七退五 灯一江 对 你要是电马的话 我这有个马五退三 一个高调马 一上将G2退二 那你要是知识 这个G2退一啥棋 他落实的话 G2平四吃识 把这个G也丢了 对 所以说一旦这个泡九退一走上 这个黑方就没办法解救了 这个足就肯定是来不及 对对对 那黑方也下得非常的晚强 对 走了这个马四退二 就先延缓红方的进攻速度 红方走马七退八 马七退八 现在是准备走这个马八进六 对 这个点 这个点 黑方也是这个时候 如果是逐七进一 对 他想进攻了 那可能他还是马八进六跳 马八进六 这样能吃个子 如果黑方再逐七进一 红方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一吃 对 黑方比如在逐七平六 对 这个足也很快 对 但是这个时候 红方可以马八退七将军 将一军 将一军那只能 十五进四先 使一手 十五进四 这样其实红方 走这个G2平六去吃掉黑底 试都可以 这样吃试 对对 你可以给他摆一下 摆一下 吃试的话 就等于说我G马炮这组合 那我这个G6平八这样子 有没有杀起 我方可以摆五平六 其实可以通过这个 摆的这个左移 完全化解掉黑方 G炮足的一个威胁 对 你G一将我上来 你这个足 暂时G炮足没有组合的办法 对对对 黑方 但是我一吃你试以后 这个马七进六 就是一个杀起 对对 而且黑方也这样 就没有办法这样 继续防守 是的 黑方就没有这样选择 对 看来这个棋 就是红方的速度更快一些 黑方这个组 想要马上冲下去 没办法去实现 所以黑方 走了G六 推三 对 装马 然后红方走的 就正好也是马八进六 一跳 对 马八进六 来登马 黑方这个时候 还是沿着之前的思路 走这个G六平一 G六平一正好捉炮 这个时候红方当时 是发现了一个好招 就选择这个马雷进八 吃马 正好是个交火 正好也不怕你吃我胖 对对对 但是走到这里的时候 黑方也是一看丢子了 就认输了 对对对 如果说黑方走这个G一推二 对我们给他摆一下 吃掉红方 红方有这个马八进六 戏马登四 正好是个巧招 这样你只能这个 对 吃掉 吃掉 上下有个G二推二的 一个杀旗 红方在G要推将G 黑方逃掉 红方就把黑方的G吃掉 等于说黑方形成G 红方是多一个G 对对对 黑方是一个炮兵 但是少士 对对 尤其是红方有个七路族 这个局面应该是 红方必胜的一个杀族 对 必胜的一个局面 所以就是 黑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直在这里呢 就是选择了这个 投子任父 所以说就当红方 这个很巧妙啊 就是我虽然没有杀旗 但是我有个 巧登底式的一个杀旗 对对对 所以最终呢 也是这个王天忆特大 凭借这盘胜利啊 也是获得了本届 这个排位赛的冠军 就是也是祝贺两位棋手啊 本届排位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一共有这个男子等级分前13位棋手 再加上女子等级分的第一位 以及深圳当地的两位棋手 共同是16位大师顶尖棋手呢 来参加的这么一个赛事啊 非常的精彩啊 我觉得这次比赛呢 也是尤其给我们看到这样的 新的这个双败淘汰的赛制 希望以后呢 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精彩的比赛 精彩的对局能够带给大家 也是非常感谢齐友们 能够来够一直关注 我们的上期世界栏目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齐友们的关注 下期再见 好 齐友们再见